主持、宣权、社会国家跟媒体 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朋友 这个然后整个社会的关系 我们那个这次活动的 还有这个市场化的运动 种种种种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造就了我们这次晚会的 最大成功和成就 但这个我们也不是说 因为这次我们就骄傲了 这个是我们就是说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希望我们能够为社区 为海外华人多做贡献 就是说今天呢 还有一个大家就要希望 能够非常轻松愉快 度过一个非常自由的晚上 今天我也很特别的感谢 这我们这个财富猪肉购的 那个鼎娘族 这个活火人 这个张兴伟先生 他们在这里 我们来了一批这个大力的支持 赞助 这个市值之中的这个支持 还有我们Nary Chan 这个台湾这个财富猪肉财 就是我们这边呢 有还有我们这个 对啊 这个 轮衣 轮舅阿姨 这个还有老师 我们的一家 这个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 这个朋友 我们Canny Wain 然后我们这个华盛区剧长 这个 教授不见 我们这个地长 这个老总 呃 就 这个 这个 所以的话呢 有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这个 这个 我们的支持 艺术家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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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一种表现 还有我们这个 总理馆的 大力支持 所以呢 我们 非常的开心 今天呢 在这里呢 能够 关注一堂 对吧 分享我们的快乐 然后呢 增加更大的情勢 谢谢大家 成功于你现场的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跟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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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请 成云 将叶昌 鼻子 为大家讲话 康伟生 主席 吉夫人 呃 李小沫 大师 吉夫人 高峰先生 吉夫人 和这次 主委会的 各位领导 和 全体演艺人员 和支持这场晚会的 呃 所有的 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好 好 我很高兴 和我的太太 一定要参加 今天晚上的 我们的 庆红晚宴 首先 请邀请我代表 中文人民共和国 祝多伦多众总领事馆 和我们的 祝多伯总领事馆 向 这个 这场晚会 圆满成功 表示热烈的作画 也同时表示 衷心的感谢 来 零零八华人 春晚 这个 这个 人满成功 充分展示了我们这个主委会 有副力 有组的能力 说明我们多伦多地区的 华人艺术家 人才基地 这个大家团结合作 此次的晚会 取得了成功 也展示了我们的 艺术家 艺术风采 促进了这区的文化 东元配动了加拿大的东元文化 洪延了中华 传统文化 我希望主委会和各界人士 今后不断总结 下一年能够看到 比这个晚会 组成的规模更大 更好的晚会 同时呢 足在多的合胃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肢意发达 万事无益 谢谢大家 谢谢江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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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运动的成功 除了主办方式 投资之外 也都少不到 是导演组的精神 准备 那下面之后 我们有请我们本次 晚会的总导演 高飞先生 和我们上来 分享一下我们本次 晚会的心得 可以说我们这一台晚 不许之所以可以取 我们今天这样的成功 首先离开唐美珍 财富俱乐部 这个不一余 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唐先生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投资呢 为什么我们 这个整个演出 能运作这么成功呢 我们有一个人 是一定要提的 那就是我们 整个导演部门的 灵魂人物 我们的领军人物 高飞先生有请 谢谢大家 这个欢迎大家来 参加我们这个 请公晚宴 呃 刚才那个咱们 这个教授师啊 唐先生啊 都说了很多感谢话 我呢就不再重复 我只是想谈一个感受 我呢在加拿大 来了有15年了 做演出呢 也做了很多的演出 但这次的演出 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 说不出来的一种 心里的一种感觉 就觉得什么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最大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这次我们演出 我感觉 好像是一个家庭啊 在演出 有爷爷 有奶奶 有爸爸 有妈妈 有哥哥 有姐姐 有丈夫啊 有孩子们 所以我感觉是一个家庭在演出 所以这次呢 我就说 当然有老唐那个 这个 雄厚的资金在背后 这个靠山 大山让我靠 是不是 同时呢 我还有这个 咱们都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杜哥 孙林 在我旁边 左膀右臂 两个翅膀 那么还有很好的一个 导演组的助手 这个许阳啊 对